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有假儀等等 有六個人到餐廳點餐 每個人各自點一份餐 且每個人點的餐都不相同 若該餐廳的服務生每次只能端一人的餐上桌 就是說服務生要幫這六個人的話 把這個餐放上去 那現在問題是說這六個人得到這份餐 他的次序是多少 好我們看看第一小題 他說假的點餐最早上桌的 假的話第一個上桌的 那個機率是多少 好那現在就是說服務生的話 他的那個排餐他的次序是混亂的 也就是說他把這個餐的話 送上去的這個次序有幾種方法 有那個六階層的方法 就是假儀丁丁到那個第六個人 這六個人的話做排列 做排列的話那有不同的次序 做不同的排列對應到不同的得到那份餐的次序 有六階層有六階層的方法 然後他說現在呢 假點餐最早 就假第一個得到餐 那個什麼呢 那個方法數啊 第一個得到餐 就假是固定得到第一個 那其他隨便排 就五階層 所以我就曉得說 假得到呢 順序得到第一份餐 他的那個的機率 就是假第一個得到的 那除以呢 隨便排 所以這是五階層除以六階層 這是六分之一啊 所以第一小題呢 是六分之一 這是對的 再我們看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說 第二個選項 假的點餐最早 假是第一個得到的 且儀的點餐最後 已是第六個上菜的 那麼他的機率是三十六分之一 我們先來看 假第一個上桌 假跟儀的兩個呢 這個是固定的 其他隨便排 也就是說 這個是四階層 四階層 四個人 就四個人 剩下四個人的次序 那就隨便排 那這樣的話有四階層 那這樣我們就想著說 這個 P 假第一個排到 第一個送餐 且儀最後一個送餐 那個機率就是 四階層除以六階層 這個是 六乘以五分之一 四階層別掉 六三十 是三十二分之一 不是三十六分之一 是三十二分之一 那這樣我們看呢 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 他說 假的餐點 上桌的次序 不是前兩名 假不是這兩個 假不是第一個 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第二個 這裡是或 就是說 假或 假 是第一個 或 假是第二個 這都是不對的 假是第一個 或假是第二個 這個是不對的 好 那我們先算什麼 先算 假是第一個 或 假是第二個 這個是 假是第一個 加上 假是第二個 上桌的 本來要扣掉什麼 扣掉 假是第一個 而且 假是第二個 這是不可能 這是空集合 所以說 方法數是等於0 所以是兩倍的 N 假是第一個 好 假數第一個是五階層 所以是二乘以五階層 二乘以五階層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就是全部的狀況數 扣掉什麼 假是第一個 或假是第二個 它說 不是 不是前兩 那這個 這個是六次方 減掉二乘以五次方 所以 這樣 這樣 是四乘以到三 五次方 好 那時候 我就想說 這個 這個 假 是第一個 或 以 假是第二個 這個都不是 那這樣的話 就是等到 就是那個 四乘以五階層 除以六階層 所以 就是六分之四 也就是三分之二 所以第三個選項是對的 第三個選項是對的 好 再我們看 第四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的話 第四個選項 他說什麼呢 他說假的點餐 上桌的次序 不是前兩名 而且 以 的點餐 最後上桌的機率為和 就是說 假 不是第一 也不是第二 上桌的 而且 以 他是 最後上桌的 以 他是最後上桌的 這個 這個方法術有幾個 這個方法術的話 我們先 先來看什麼 看這個 就是說 假 假這個 假 假第一個 或者是第二個 上桌 而且 而且 什麼呢 而且 以的話 最後一個上桌 好 那以最後一個上桌的話 就是被固定 被固定了 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 那個 假 上桌 這個上桌 應該是把它展開了 展開了 就是 假上桌 且 移 第六個上桌 或 假第二個上桌 且移 第六個上桌 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兩個 護次 所以的話 都直接相加 假第一個上桌 且移 最後一個上桌 加上 假 第二個上桌 且移 第二個上桌 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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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數是一樣的 假第一個上桌 且第二個上桌 是多少 是這個 這四階層 第一個上桌 且第六 四階層 所以這二乘以四階層 好 那現在的話 我要把它寫 口定掉的話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等於 這個是等於 乙 最後一個上桌 扣掉什麼 扣掉那個 假 第一個上桌 或乙 或假第二個上桌 且 乙的 最後一個上桌 這個是五階層 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 假跟乙的話 假跟乙 不是 就是說 在乙最後一個上桌 的情況底下的話 假不是前兩個上桌的 那你就說 在乙最後一個上桌 情況底下的 所有的狀況數 扣掉什麼呢 扣掉 那個 扣掉什麼呢 扣掉假 第一個上桌 或者是乙 或者是假第二個上桌 再把扣掉 這是五階層 減掉什麼 減掉呢 這是二乘以四階層 所以這個 這個是 五-二是三乘以四階層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曉得說 婆婆 扣 扣 不在前兩個上桌 而且 以最後一個上桌 這個就等於這個方法數 3乘以4階層 除以6階層 這4階層可以約掉 剩下6乘5 3要得掉 10分之1 第四小題是10分之1 但他說是30分之1 所以第四小題是錯的 這樣我們看 第五小題 他說假的餐點 不是最早上桌 不是最早上桌 且你的餐點 不是最後一個上桌 就是說 第五小題 就是說這個 假 不是第一個上桌 不是最早上桌 不是最早上桌 以後 不是最後一個上桌 那這個檔 這個是等於P 假 第一個上桌 或 以最後一個上桌 和定調 就是1 1 減掉多少 p 假第一個上桌 或1 最後一個上桌 那這個 這個是等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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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第一個上桌 的機率 事實上 事實上就是 第一小題的答案 6分之1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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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第一個上桌 加上 以 最後一個上桌 扣掉 假第一個上桌 且 以最後一個上桌 這樣子 那這樣子等於多少 1減掉多少 1減掉 這是6分之1 假第一個上桌 它的機率是6分之1 以最後一個上桌 機率也是6分之1 假第一個上桌 且以最後一個上桌 它的機率是吧 是等於那個 在這裡 假第一個上桌 且以最後一個上桌 這是30分之1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是等於那個 1減掉到 這是 3分之1 6分之3分之1 減掉30分之1 這是30分多少 30分之9 10減19 3得9 10分之3 10分之3 所以這應該是10分之7 所以第五個選項是錯的 所以這題 答案應該要選1跟3 所以這題 完成了 9分之1 filming 10分之1